这一次晚饭的位置就离小岛近一些 不要像上次那样子放得比较远 希望收获能好一点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拿导表哥 今天台风刚过啊 又是准备出海捕鱼的一天了 台风刚过去外海捕鱼会好一点啊 看一下这一趟的外海捕鱼能不能捕到 比上两次渔获更多吧 然后现在把装备收拾一下之后 准备挂到船上那边去了 台风刚过晴朗的第一天 我们先准备出海捕鱼去了 然后这一边机器也启动了 直接出发过去外海那个方向 去的位置大概距离这一边也就是 15 16海里而已 从鱼港这一边开过去 大概也是要两个小时多一点吧 差不多 这一次要去的位置 也是我们经常过去放网的那几个小岛附近啊 台风刚过天气看起来不是特别的晴朗 还是有点阴天的 看这天气感觉快要下雨的样子啊 开了两个小时有多的渔船 终于也是到达这个位置了 准备找个好位置就把网放下去了 这一次依然还是6000米的渔网 分成4个网放下去啊 平均一个网也是1500米左右 现在还没有渔船过来这一边放网啊 我们是第一收 所以我们的网就随便放 大把位置可以放啊 不用跟别人抢位置 先放先占领 这一次网放的位置就离小岛近一些 不要像上次那样子放的比较远 希望收获能好一点吧 每一个网放完都要下一块大石头下去 沉底跟固定住渔网啊 因为我们放的是沉底网 然后放一个浮标做个标记就行了 就这样子循环的放四侧渔网啊 网放完之后就准备把船开到这一个小岛的附近先休息一会儿了 毕竟依然也是要等到天黑之后才过去拉网啊 先把固定船子的船毛放下去 然后就把船固定住了 然后就可以一直休息 午饭还没吃啊 这边把甲板冲洗一下 然后就开始做午餐了 午餐先放下去煮吧 然后先煮一壶开水 开水是用来冲茶 然后再把午餐放下去煮 有肉有菜的看起来是挺丰富的午餐 每一次过来看外海这边的警示都是让人心晃神移的 不知不觉睡一觉这边也是快要天黑了哦 太阳快要下山了 我们准备先做个晚餐吧 做个晚餐吃下吃完晚餐差不多就可以过去拉网了 台风过后的日落啊看起来是挺漂亮的吧 远处的那一边还有预收拖网渔船 大铁船在那边作用啊 好了晚餐也吃好了 现在把机器启动一下就准备过去拉网了吧 虽然天还没有完全黑下去啊 但是网放在海里面的时间其实也算是够长的了 网放在海里面的时间大概也是要经历个七八个小时了吧 差不多吧 虽然再晚一些的话 余货应该会多一点的 但是现在差不多了 应该等船开到去 要第一个拉网的那个位置 太阳应该也是完全下下去了 现在差不多也是天黑了 就可以拉网了 好了到达第一个网的位置 第一个网是放在两座小岛的中间位置呢 上一次两座小岛的中间位置收获还可以 这一次放的这一个网比较看清另外一个小岛啊 个位置也没放过 你看小岛就在前方啊 希望接下来收获多多吧 上一次没有捕到什么小剥皮鱼啊 希望最初的小剥皮收获多一点 虽然是降价了啊 但是小剥皮鱼仍在这些杂七杂八的一货当中算是价格比较高的了 好了现在网也拉上来了 放的四个网也全都是小网啊 差不多等下个月开始就可以放大网了 第一条鱼货上来了啊 是一条小剥皮鱼哦 有小剥皮鱼上来啊 证明今天的小剥皮应该不再少数了 再来一条小剥皮鱼啊 今天的小剥皮鱼先把它们养活起来 连续的来小剥皮鱼啊 今天的小剥皮鱼数量肯定也是不会少的 毕竟今年的小剥皮鱼数量算是比较多的了 而且网也没有上次看起来那么脏啊 台风过后海底的海水应该轻刺了不少 这边来了一条夹鸡鱼啊 绝名二蝉极雕我们叫做盘仔鱼也叫做萨萨 上一次的外海捕鱼就捕到了挺多的夹鸡鱼的 第一次出外海捕鱼捕到的小剥皮鱼就比较多 看一下这一次的数量能不能超过第一次啊 不过好像看起来这一次的小剥皮鱼 没有第一次的那么大条哦 这条夹鸡鱼倒是挺大的应该要达到半斤左右 地瓜台风啊也是有个五六天没有出海捕鱼了 也就今天开始晴朗了而已啊 只要天气一晴朗就直接出海捕鱼了 今天出来外海这边捕鱼的鱼床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前段时间在近海捕鱼的鱼床收获比较差 没有什么大黄鱼 虽然最近的大黄鱼价格开始上涨了 但是毕竟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嘛 我们也没必要去碰这个硬气 还是出来外海的收入会稳定一些的 毕竟不管怎么啦都会有一些鱼货上来的嘛 鱼货再怎么少收获也是有个两三千块钱的 而近海的话有可能一条鱼就能达到两三千块钱啊 但是太碰硬气了 毕竟也是刚开海捕鱼没多久嘛 肯定是出来外海捕鱼的收获会稳当一些的 乌尸邦倒是来了一条啊 这种是属于小型的尸邦鱼啊 长不到非常大 今天这一种光神鱼倒是来了两条了 直接把它们丢回海里面去就行了 其实我们一般也不是很喜欢在近海捕鱼 除非天气只晴朗了半天没办法 那就只能去近海捕鱼而已啊 但凡能晴朗个一天以上的 肯定是要出来外海捕鱼的好啊 特别是天黑之后的天气不要过风才行啊 外海就是天黑期望的嘛 近海就是网没放一会儿 差不多吃个早餐就要开始拉网了 所以时间就比较充满啊 所以在近海捕鱼即使有一点小风浪都可以出去啊 刚才感觉那条巫师帮太小了啊 就直接把它丢回海里面去再长长吧 不过最近的大黄鱼长价了不少啊 也有鱼床在近海捕鱼 而且在近海捕鱼的鱼床是属于大多数啊 出来外海的还不到五分之一呢 大部分人还是选择这种比较碰硬气的捕鱼方式 毕竟捕一条大条的大黄鱼就很值钱了 有可能一条鱼就能顶我们两三天外海的收获了 但是太碰硬气了 偶尔有个一两条都不知道被谁捕到了 毕竟有那么多的鱼床嘛 海鲤鱼来了一条啊 今天的第一条海鲤鱼 最近的海鲤鱼都挺肥的啊 上一次带了一条回去吃还挺好吃的 看起来够肥啊 只要简单的把它煮熟或者清蒸一下就挺好吃的 红烧鱼下也挺不错 毕竟是正当季啊 海鲤的数量还是有一些的 肉质成这个蒜拌肉 反正我是挺喜欢吃这种鱼的 肥度还不错啊 而且也够大条 今天这一个网的小剥皮鱼数量就比较多了 你看这一拉又是两三条的一起来 还真挺不错的 上一次的小剥皮就降价了 已经才剩下53块钱 第一次还有个60块钱呢 直接就下降了7块钱了已经 不知道这一次回去买会不会继续降价 毕竟按目前这样的数量来看 应该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今天出来外海捕鱼的鱼床也是比较多 如果大家的小剥皮都比较多的话 那我估计价格还会再下降一些的 再来一条海鲤鱼哦 这一个网的第二条了 海鲤鱼来多一些也挺不错 毕竟价格也不低 而且体型相对小剥皮来说要大调很多呢 现在的海鲤已经有个三十几块钱到四十块钱之间 价格算是还可以啊 今天的这个往来的加急数量还是比较少的 才来了这么几条其他鱼货而已 鱼货是一直有啊 但是大部分都是小剥皮鱼 你看网拉了一半了 日落后的晚霞 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吧 这风景还是让人赏心悦目的 加急我们就比较喜欢拿来乡间一下 小海鲤来了一个啊 今天的第一个小海鲤 这个比较小个啊 直接就掉出来了 来了一条那鸽鱼啊 应该是那鸽鱼 像这种那鸽鱼的肉质比较粗糙 我们就不要了 把它丢回海里面去就行了 也不怎么好吃吧 赤螺倒是来了好几个 大家看一下这种就是赤螺 里面是有肉的啊 而且像这一种体型的赤螺 其实还算是比较小个一点的 但是小个一点的它的口感比较好 肉质摇起来没有那么硬 哎呦这一回网拉上来的长大鸽鱼比较乱哦 是真的乱 要把这个网先整理一下才能继续拉网了 可能是网绕到什么东西呢 直接卷乱了 像我们这种人工放网的 应该就网不会这么乱的 继续来加急啊 还活泼那条的呢 这一回的加急倒是连续的来好几条了哦 像这一种规格的加急价格会相对便宜一些 价格应该是二十几块钱到三十块钱不到吧 差不多 大条一些的会好卖一点啊 能卖到三十来块钱 不过还是来多一点小剥皮吧 毕竟价格比较高 小剥皮它的肉质属于比较清淡的 吃起来是清甜清甜的 所以红烧小剥皮的话它会比较入味 反正小剥皮正当剂吧 怎么做都挺好吃的 我就最喜欢红烧了 特别是小剥皮的鱼干 吃起来是入口即化哦 你看每一回都连续的来了好几条小剥皮啊 好像都来了有个十斤左右了吧 应该差不多 而且这才第一个网呢 来一条柠檬鱼啊 今天的第一条大柠檬 第一次出外海捕鱼的柠檬鱼比较多 然后第二次就没有什么柠檬鱼了 但是目前的柠檬鱼还是比较肥的 而且还比较大条 像刚刚的这一种应该也都是两三条只有一斤左右的规格了 外海的野生大柠檬啊还挺不错 但是解柠檬鱼就真的要比较小心啊 不要被它的背上的刺刺到 真的是又肥又大条啊 网差不多也是拉了三分之二上来了 依然还是连续的有小剥皮上来啊 今天近海那一边捕鱿鱼的鱼团看起来就比较少了 这一次看过去就没有上一次出来外海看过去的那么亮了 可能是小鱿鱼的季节开始过去了 补不到什么小鱿鱼人家就不补了 毕竟灯火捕鱿鱿鱼的鱼团它的油费消耗会比较高很多呢 一次估计都要两三千 所以这个小鱿鱼数量一少 油费都补不回来很多就直接收了就补去补小鱿鱼了 所以今天灯火的鱼团明显就少了很多了 而且有一些开去别的地方灯火捕虾了 鱼这里倒是来那条老虎鱼哦真的挺不错 老虎也算是比较值钱的鱼货了哦 这条看起来挺大条的应该有个三四两吧 老虎鱼也是要养活起来价格才比较好卖一些啊 灯火捕虾也是捕一些野生的白赤虾 也算是明虾的一种吧 不过是野生的 也是利用一些虾的趋光性进行围捕 反正开海捕鱼之后各种捕鱼方式都有吧 每收鱼船或者说每个人捕鱼的方式都不一样 今天的加急还是比较少一些的 相比上一次的话 还捕鱼感觉数量就少很多了 不过小剥皮够多就不错了 这边这一个网应该也是接近尾声的哦 再来一条柠檬鱼啊 这一条柠檬鱼也是挺肥的哦 这一个网要捕了这么两条柠檬鱼上来 两条都是挺肥挺大条的呢 两条估计就要一斤了 好了这个网也就拉完了 然后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 这个网收获还不错啊 那下一个网的视频就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吧 我是拿大标哥 还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 观看下一期精彩的外海捕鱼视频哦